大家好,法国世界报对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庆典发表了一篇社评 我读完以后非常有趣,另外想说说自己的想法 咱先读一下法国世界报的一篇社评 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扶持和严谓监督下于1921年成立 这是法文全文翻译 现在学生超过了先生 苏联共产党甚至都没来得及庆祝1917年十月革命75周年 而中国共产党已执政了71年 且从来都没有如此强大 没有一个政党能如此持久的统治如此众多的民众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不可否认 在40年时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日日都在与自己的对头印度加深距离 经济上快速接近美国 甚至可能在20年代末将其取代超越 然而这种成功是不完整的 因为它伴随着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和对自由的限制 因为它部分基于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因为它与其宣称的相反 中国在挑战国际秩序 只要不符合自身利益 北京就拒绝多边主义 这是法国媒体的 所谓的中国模式并非一种模式 中国共产党领袖们强调 中国国情以及其社会主义特性 并非真要出口这一模式 我们应该为此庆幸 世界不会形同中国 但是中国的成功对于西方是一个挑战 除非发生大变化 今天没有任何迹象 预示中国将变成一个民主国家 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 多数中国人希望自己的国家成为民主国家 此外 以为中国的民族主义 是中共创造的怪物也是一个错误 中国共产党不断的维护着扶持着民主主义 常常予以利用 但也不见得能够完全掌控 世界必须习惯于 与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的甚至 少对其邻国而言 杀气腾腾的中国 共同生活 面对这一新强人 除了美国 其他国家力量有限 因为北京不断寻求分裂世界 回击的办法只有采取不同的地缘政治 经济层面和战略层面的联合行动 占这些都不足 面对中国 西方民主国家 尤其是欧盟 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揭露其人权问题 必须通过自身的行为 以及自身的业绩 来凸显民主模式的成功 才有说服力 世界报的结论 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中国年轻一代并不是傻瓜 他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 比欧美想象的要紧密的多 西方在与北京的关系中 重新获得领导地位的最佳方式是 重新找到不久前 他曾经对明天的中国所拥有的光环 这个社论我读完以后 这是法国人写的 这不是我写的 有的时候老以为 我读人西方媒体的东西 就是我写的 错了 这是翻译过来的 法文原文 你得知道人法国人怎么想 然后咱们再应对 那你看到西方媒体 他眼中的中国 眼中的中国 他首先承认一个事实 就中国的发展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中国有问题 中国的发展和问题并存 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 他这个中国特色 这个前提之下 并不希望荣誉西方 而是跟西方是有区别 中国民众呢 现在看来也没有什么 像西方想的出现颜色革命 想要变成民主国家 现在让西方焦虑 就中国现在这个形势 中国现在跟西方不同的这种政治体制 会不会向西方传输 中国越来越强大 会不会形成一个区别于西方的另外一个世界 让西方焦虑 让西方焦虑 为什么 中国 他的意志形态 他的这个不民主 对吧 咱们不可 咱们不用说别的 中国民不民主 其实不用我说 联合国有报告 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是事实 不同意西方 跟西方民主比较起来 中国那个东西 不同意西方 这个大家都承认 所以西方焦虑了 西方认为呢 我们身边出现这么一个强大的 不同于我的 那我未来怎么跟他竞争呢 就是从这个社论可以看到 西方最后给他的结果是什么 让中国的年轻人选择西方 怎么让中国年轻人爱上西方呢 中国年轻人并不是不了解西方 为什么现在不喜欢西方呢 因为西方现在显示出很多弱点 年轻人并不喜欢弱者 年轻人喜欢强者 那这一点上看 中国这套制度反而吸引了中国的年轻人 为什么八九年 是吧 六四那时候 中国的年轻人选择西方 因为西方给中国年轻人显示一种强者的风范 中国反而显示出一种弱势 所以中国年轻人选择了西方 那么现在西方为什么没有 没有让中国的年轻人再次崇拜呢 就是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也发展了 中国的各种 世界的整个的 国力地位都在提升 并不像当年这个中国那么迥态 而西方出现了什么 出现了很多错误 但是中国那些年轻人突然看到了 西方并不那么完美 这是根源 那么世界报 法国人认为呢 西方应该团结起来 应该给中国 一个警告 另外呢 挽回整个西方 在中国年轻人里面的颜面 我们是团结的 我们并不是一盘散沙 对吧 我们也是可以欣欣向荣发展的 我们西方为什么不可以超过中国呢 整个西方 我们联合起来 你看这就是欧洲人的逻辑 我读完以后啊 我这个人啊跟别人不一样 很多人马上就说了啊 那是不是中国本来这个跟西方 是不是就取代了西方 也不是 你从这一点上看啊 西方人看问题上很客观 特别法国人 他首先承认你的发展 并不像有些人说啊 中国那些东西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实的 不是的 人家法国人承认你的崛起 但是法国人 西方人也看到了 你崛起里边的什么 背后见不得人这些东西 没有民主 没有人权 996 是福报 这些东西人家看到了 你这个人权 这些东西你缺失 那中国的年轻人呢 他需要这些东西 中国年轻人不是傻子 人家法国人也说的很清楚 哪个好哪个坏 中国年轻人有选择 那其实法国人这个社论 也给中国提了个醒 就你中国如果沾沾自喜 认为自己现在这个制度 现在这个发展 就可以取代西方 那中国人就是在做梦 我这个频道绝对跟别人不一样 我在提醒中国 中国人在做梦 共产党在做梦 以为继续这么发展下去 全世界都会转变 跟着你这套制度走 错了 因为你这套制度里有问题 就刚才讲的 法国人提到的 人权 还有一些基本的 其他一些问题 你这些问题解决不了的话 解决不好的 不能让西方完全满意的话 甚至不能让中国年轻人满意的话 没人会选择你 没有人会选择你 你还是有问题的 因为你也不是完美的 你可能解决一时的问题 像新冠肺炎 新冠的疫情 是吧 你可能解决的很好 但是其他的时候 你解决不好 很多人还是喜欢生活在西方 很多人还是喜欢西方的社会制度 西方的福利 西方这个民主自由 很多人还会选择上油管 上油管你可以看到一些很多自由的思想 而上国内的网站 都是被人家审查过的 你的思想和那审查员思想一模一样 他让过的东西 你才能看到 你的思想 就被人家的天花板挡住了 而不能超越那帮审查员 那帮审查员喜欢什么 你就得跟着喜欢什么 这就是思想被盖了 被盖个帽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什么 不是什么伟大 也不是什么先进 这是落后 共产党是不是一百周年了吗 对吧 过生日呢 大家可以看啊 过生日呢 一个政党过生日 全国 全国老百姓 这个党员现在报出来 9500多万 14亿人 得为这9500人 一起过生日 咱们一起庆祝 Happy birthday to you 是不是 Happy birthday to you 拍拍手 唱个歌 无所谓 但如果影响到老百姓生活 特别一些集权 强权 你看看现在 咱就说北京这个风路 有多少车辆 一天到晚在这排着 就为了过一个关卡 是不是影响人生活 有些年轻人 想看一些 意见 不同的节目 看不到 得翻墙 是不是影响到人家生活 这些东西解决不了 我再说一遍 你这些东西解决不了 你以为你的意识形态可以传送到西方年轻人那儿 西方年轻人会接受吗 不会的 不要幻想了 大家心里想着 Happy birthday to you 你干扰到我生活了 你们过生日 是吧 九千多万党员过生日 你干扰到别人生活了 我说不要扰民 好好的生日好好过吗 大家祝贺如何唱个歌 挺好的 扰民了 为什么 集权吗 强权吗 我说封路就封路啊 谁敢说什么呢 为啥 我们这九千万人要过生日了 我不多说 多说了一帮人又开文革批斗了 但是我就说这个实话 为了中国的好 为了共产党 为了 你想要长期执政 长期发展去 你得看到这些问题 人家法国世界报 把这些问题都给你提出来了 能不能吸引到年轻人 年轻人看完这些东西 他会唱生日祝福歌吗 他会唱这些东西吗 他不会 他会认为你 这个阶段很了不起 你让中国发展起来了 但是你让他最后选择 他还会选择西方 西方更自由一些 西方更人性化一些 中国现在这个问题缺在这儿 而中国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幻想着 中国共产党里面有一帮人幻想着 我们未来就可以什么 意识形态输出了 那是做梦 今天我就说这句话 共产党过生日 我就把这话说透 你们是做梦 你记住你们就是做白日梦 没有一个年轻人 你看看 就现在在油管翻墙出了一些 你就算你替共产党讲话了 你不也是翻墙吗 你不也是翻墙吗 为啥要翻墙 不就是因为那个集权不自由吗 你想看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那只要你有这个想法 你就还会选择西方的油管 选择西方的YouTube 而不会选择中国的那什么B站 那个东西 这就是底层逻辑 这就是现实啪啪打你们的脸 想改变吗 只有改变 你才能真正抓住年轻人 中国的社会制度 我说了 我并不反对 这个制度 我说了 对待很多事情上 对人类是有益的 但是你想把这套制度 推向全人类做梦 全人类不会接受同一种制度 就像现在 西方想要消灭你这套制度 消灭不了 同样 你想统一全人类制度 你也做不到 我把这个事 咱就事论事 把这事说清楚 所以我说共产党有些人 有些人魔障了 想把红旗插遍世界 做梦 完善自己吧 完善自己吧 不要扰民 好好过你的生日 你像谁过生日 都是尿窍的 跟朋友一起过一过 跟家人一起过一过 大家也唱个生日祝福歌 说我也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是不是 唱个歌 挺好的 乐一个 但是有很多东西 强加给别人的 是让人反感的 人家不一定祝福你 你记住了 不一定祝福你的 有些话只能说到这 有些话只能说到这 为什么大家也理解 这个世界是复杂的 世界制度多样性 才能让整个复杂的世界 能够变得平衡 我希望 不光外国人理解这一话 中国人 共产党也要理解这一话 现在有一些人呢 共产党里边有些人疯了 疯狂的输出自己那个意识形态 都不知道自己那个意识形态是 到底能不能被年轻人接受 能不能被世人所接受 我刚才举的只是个简单例子 简单的例子 这就我说了 你这个制度没有完美的 你只有不断的改革 不断的满足老百姓 站在人民这边 你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为什么毛泽东 毛泽东一直喊人民万岁 他也看懂了 这个政党算什么呀 跟人民比起来 这个政党算什么呀 苏共 看到吗 苏共多伟大当年 多么强大 拥有核武器呀 跟人民做为敌 是吧 站到人民的对立面 结果呢 被苏联人民抛弃了 被抛弃的 苏联人民抛弃了苏共 我说中国共产党 一帮人是有聪明人的 他能看懂啊 现在不是沾沾自喜 是吧 自大的时候 向外输出意识形态的时候 现在是总结自己 改正错误的时候 你问题有很多问题的 不改正 一定失去民心 失去老百姓的支持 最后不就像苏共一样 扔进历史垃圾堆吗 共产党想这样吗 太有意思啊 太有意思 这个世间的事啊 其实你想透以后啊 互相之间的这种制约 互相之间的这种 平衡 这才是宇宙的真理 很多人能听懂我今天讲的 很多人听不懂 听不懂没办法 没办法 你要多听几次 才能听懂里边的逻辑 我觉得啊 我觉得 这明天七一了 共产党过生日 全世界都会有自己的看法 大家抱一个平常心就行了 就像一个普通人过了一个生日 你这样 这个普通人才能完美的过完一生 如果这个普通人觉得自己 年纪轻轻轻的就很了不起了 那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啊 他会吃大亏 摔大跟头 甚至这一摔啊 再也爬不起来 我就讲这些 这些 我好的 没有 有一条